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块是国际环保法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块内容 第一块内容是领土 那么在领土这部分内容里面包括领土的取得方式 包括传统领土的取得方式和现代领土取得方式 以及领土的组成部分 那么第二块就是边境制度 最后一块是一块特殊的地区 叫两极地区 北极和南极地区 好 我们下面来看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块 领土组成部分由四块构成 也就是说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 它都是由四块组成 那四块呢 平面上是两块 一块叫领路 还有一块叫领水 这两个都非常好理解 领路就是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范围内的陆地表面 这就是领路了 对吧 领水就是由内水和领海两部分组成 由内水和领海两部分组成 这里大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领海我们马上讲海洋法会给大家讲 领海呢 是领海国家 从领海基线化起十二海里 是领海国家的领海 所以要想有领海 这个一定是领海国家 才会有领海 内陆国家呢 是没有领海的 但是 内陆国家一定有领水 它的领水就是它的什么 内水 就是里面的那些什么河流呀 湖泊呀 这些 对吧 因为如果没有水的话 人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人没办法生存就不称这为是一个国家了嘛 所以记住啊 内陆国家没有领海 但内陆国家一定有领水 它的领水呢 就是它的内水 好了 平面上是这两块 一块是领路 还有一块是领水 然后再下面 第三块呢就是 领路领水向上 一定高度飞机飞跃的空间叫领空 记住啊 是飞机飞跃的空间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气空间 就是领空了 然后再往下呢 领路领水往下 一直延伸到地心的部分叫地土 好了 所以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组成部分呢 就是四块 哪四块呢 领路 领水 领空 地土 四块 好 这是第一个基础知识 就是领土的这个组成部分 下面我们来看领土取的方式 领土取的方式呢 包括传统领土取的方式 和现代领土取的方式 传统领土取的方式有五个 第一是先战 第二 实效 第三 天赋 第四 征服 第五呢 割让 那么现代领土取的方式呢 两个 第一是殖民地独立 第二是公民投票 好 我下面依次把考点来给大家整理一下啊 首先 在传统方式当中的第一个 先战 其实我们在讲 国际功法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道 这个真题 就给大家把先战的知识点先用了一下 在这儿我们再详细展开一下 先战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这个先战才是有效的 哪两个呢 第一 这个地方必须是什么 无主地 那么此处的无主地 特别要注意 它跟公共区域不同 和有争议的地方也不同啊 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 无主地 第二呢 必须有效占领 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 这个先战才是有效的 这是第一个领土取得方式 先战 第二呢 是时效 所谓的时效 就是指一个国家 长期公开 不受干扰的战友 他国领土多少年 然后就变成了自己的领土了 这就是时效了 那么对于时效 大家特别要注意 我们中国政府的态度 认为它是不合法的 不承认的 为什么 这主要是基于钓鱼岛的问题啊 大家都知道 中国和日本钓鱼岛之争 由来已久 对吧 好 那么从历史起源的角度上来讲呢 日本也知道 这个从先战这个角度来讲啊 它站不住脚 于是呢 它就想了个领土取得方式是什么呢 是时效 它说我长期占有了这个岛多少年 然后就变成了我的了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是不是不受干扰的战友 不是 因为我们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 对钓鱼岛领土主权的要求 对吧 所以它也不是不受干扰 所以你特别要注意啊 对于时效 作为领土取得的一个方式 有一年呢 初笛老师在试卷上就考虑道题 他说 一个国家长期占有了什么八角岛50年 然后问你 这个占有是 这个有效的还是无效 你特别要注意 这其实就初笛老师在试卷上问你什么 钓鱼岛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 政治立场要坚定啊 记住 时效 我们的态度认为它不合法 也不承认 好 这是第二个领土取得方式 第三呢 是天赋 天赋呢 包括两种天赋 第一叫自然天赋 第二叫人工天赋 所谓的自然天赋就是 基于自然现象而导致的领土增加 叫自然天赋 对吧 那么人工天赋 特别要注意 也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它才是有效的 哪两个呢 第一 人工天赋 必须在自己的领土上天 记住啊 人工天赋 必须在自己的领土上天 自己的领土上天 这个天赋才是有效的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我说 有一个国家呢 想要在公海上捕鱼 然后呢 公海上建造了一个人工岛屿 请问 这个人工岛屿 能不能成为它的领土啊 那你就特别要注意啊 公海都不是你的 你建了一个人工岛屿 更不是你的 对吧 所以方便你自己捕鱼的同时 也方便了其他国家的捕鱼啊 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挺好 但这不是你的领土啊 记住 天赋必须在自己的领土上天 才能是领土 第二呢 不得侵犯他方的利益啊 不得侵犯他方的利益 也就是说 这个天赋不可以侵犯 其他国家的利益 那么这个最常考的是什么呢 就是戒河当中 那么在戒河当中的任何天赋行为 大家都要知道 它是无效的 为什么 因为不管你怎么天 一定会影响对方 对这条河流的使用 所以在戒河当中的任何天赋行为 都是无效的 好 这是天赋的两个要件 必须在自己的领土上天 才能是领土 这是第一 第二 天赋不可以损害对方的利益 下面我们看第四 叫征服 征服呢 是以武力方式进行的 所以它非法 最后一个领土取得方式叫割让 割让呢 包括强制割和非强制割 强制割让呢 是通过武力方式进行的 所以非法 非强制割让 通过自愿条约进行的 这种呢 是有效的 好了 传统领土取得方式 我们就说到这 下面我们看 现代领土取得方式 现代领土取得方式有两个 第一呢 叫殖民地独立 第二叫公民投票 那么这个殖民地独立呢 就跟前面民族自决原则里面相结合 对吧 就是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 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 叫殖民地独立 公民投票呢 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 但是呢 在法考当中 它不会考你啊 这次公民投票是有效还是无效的 因为这压根不是法律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么对于大家来讲呢 你只要知道 公民投票作为领土取得的一个方式 是存在的 那它但是它也必须符合国际法和相关国际法 必须符合国际法和相关国内法规定的这个程序才可以啊 好 我们领土取得的方式呢 就说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来做一道真题 亚金索地区市 位于甲乙两国之间的一条山谷 18世纪 甲国公主出嫁以国王子时 该山谷由甲国通过条约 自愿割让给乙国 乙国将其纳入本国版图 一直统治至今 2001年 乙国发生内乱 反政府武装控制该山谷 并宣布脱离乙国建立亚金索国 大家看啊 这个真题上面 这个亚金索国它是打了双引号的 所以呢 这个亚金索国它是不是一个国家就值得讨论 好 再下面 该主张遭到乙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但得到甲国政府的支持和承认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则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我们来判断一下 A选项说 国际法中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要求乙国政府在解决亚金索国问题时 必须采取非武力的方式 好 那么这个选项呢 考到了什么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这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当中的一项 对吧 还记得它的考点吧 我们专门强调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此处的争端它指的是什么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争端 必须采用和平的方式 但是我们刚才在提供当中看了 这个亚金索国打了双引号 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所以这不是解决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争端 这其实在解决一个国内法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儿呢 是不能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 所以这个A选项就错在了这里啊 这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争端 而是一国国内法的问题 好 所以A选项 错了 B选项 国际法中的民族自决原则 为亚金索国的建立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据 这个B选项又考了民族自决原则 还记得吗 民族自决原则当中的独立权 仅限于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 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亚金索国它也不是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啊 所以B选项在这儿也错了 C 上述18世纪对该地区的割让行为 在国际法上是有效的 该地区的领土主权目前应属于乙国 对不对 看前面的体干啊 这个该山谷由甲国通过条约 自愿割让给乙国 自愿割让 那么这个割让在国际法上有效还是无效 有效 对吧 所以C选项在这儿正确 D选项 甲国的承认 使得亚金索国 满足了国际法上构成国家的各项要件 这对不对呢 这又错了 这考到了承认的性质 还记得吗 承认并不改变被承认者的性质 对吧 那并不是因为我承认你是国家 你就是国家了 还要看国际社会是不是普遍认可你 还要看你是否构成国家的四个要素才可以吧 所以 D选项在这儿 错了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C 选C 好 我们领土组成部分 领土取得方式 就说到这儿 下面我们来看领土的第二块内容 是边境制度 那么边境制度当中呢 我们重点呢 是要讲 一个呢 是借标 还有一个呢 是后面有一个叫 借水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借标 这个借标呢 是非常生僻的一个考点 而且也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可讲性 但是呢 因为2016年以前 它是空白点 所以2016年呢 就考了一道真题啊 填补了这个空白点 然后之后呢 前两年又考了一次啊 就最近 这个五六年内考了两次了 这是借标 这个考点啊 好 我把这个考点很快的说一下 就可以了 借标是什么 比如说 两个国家的分界线 对吧 假如说这放了几个竖桩 然后说这几个竖桩 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借标 因为这个借标是很严肃的 所以呢 当这个借标被损坏 被挪动的时候 你特别要注意 必须怎么样 双方代表在场 才可以恢复啊 叫双方代表在场 才可以恢复啊 并且 这个任何一方都有权惩治 都有权惩治啊 这个破坏借标的人 好了 这是我们所讲的 你只要知道 这个借标被损害 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必须双方代表在场 才可以恢复啊 而且呢 国家有义务 惩治这个破坏借标的人啊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 借标维护当中的两个小的考点 了解一下 听过一遍 有音响就可以了 那么边境土地的使用呢 这个没有考点 看过去就行 边境土地的使用 不得损害对方国家的利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借水 这个借水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借水 对吧 借水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两个国家的分界线 如果是一条河流的话 那么这个河流就是两个国家的啥啦 借水 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叫做借河 对吧 叫借河 但这个河流呢 它是有宽度的 怎么分呢 我简单说明一下啊 如果这个河流是可以航行的 就以主航道为借 分属沿岸两国 如果这个河流是不可以航行的 就中间画一条中心线为借 分属沿岸两国 这就是借水的这个划分 然后下面 在借水当中呢 有三项制度是需要大家记的 其他的都可以用常识去判断 哪三项制度呢 我用黄色字体标出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项呢 就是渔民只能在本国一侧捕鱼 为什么 因为这个鱼是典型的自然资源 对吧 因为这个借河不是全部属于某一方的 也不是大家公共的 中间我们一分 这边是你的 这边是我的 所以呢 渔民只能在本国一侧捕鱼啊 游童说这不公平啊 感觉这个鱼老往他那边游 不往我这边游 怎么办呢 你想个办法抛个诱饵 把它抛过来 把它诱过来 这可以 但是 如果你的网直接就伸过去了 那就不对了 那就侵犯了对方的自然资源管辖权啊 所以渔民只能在本国一侧捕鱼 这是第一项 大家要记得制度 第二项呢 就是传播可以在整条河流当中 就整条借河当中航行 但是呢 不可以在对方停拨靠岸 叫不可以在对方停拨靠岸 但有没有例外啊 有 除遇难等特殊情况 我举个形象生动的例子啊 比如说美国东部和加拿大接壤的地方 有一条河流叫尼亚加拉河 对吧 这个河上有一个非常雄伟的瀑布 叫尼亚加拉瀑布啊 每年美国东部和加拿大这边呢 都会下去很多游客来参观这个瀑布啊 2011年的时候 我有幸也到美国东部那边去参观这个瀑布了 一下去穿着雨皮啊 整个的眼镜全部都模糊了 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我擦干了眼睛就在观察 观察什么呢 我是从美国东部这边下去的 那这个船呢 它可以航行在美国这边 可以航行在加拿大那边 都没有问题 但唯独不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在对方停拨靠岸 大家想想 国际法为什么这样去设置这个规则呢 因为我是从美国这边下去的 我只有美国的签证 我没有加拿大的签证啊 如果在加拿大那边停拨靠岸跳上去 那不就成偷渡了吗 所以这就是国际法规则设置的这个 理论依据所在啊 就是你这个船舶可以在整条河流当中航行 但不可以在对方停拨靠岸 但有例外吗 有例外 什么例外呢 两年前的一道真题就考了这个例外啊 特殊情况 你比如说来了飓风了 你必须得先紧急避险吧 先得要人道主义救助优先吗 这个时候就可以先靠岸啊 所以特殊情况 人道主义优先可以先靠岸 这是第二个 大家要记得戒合当中的规则 第三呢就是 在戒水当中修建任何工程设施 必须取得另一方的许可才可以 有特殊说 我这个工程设施修建在我这边的 也必须取得你的许可吗 那必须的 为啥 因为不管你修建什么工程设施 都有可能影响到对方对这条河流的使用 对吧 所以修建任何工程设施 必须取得对方的许可才可以 好了 借水的利用呢 我们掌握这三点就可以了 第一 渔民只能在本国一侧捕鱼 第二 船舶可以在整条河流当中航行 但不可以停拨靠岸 除特殊情况 不可以在对方停拨靠岸 除特殊情况 第三呢 修建任何工程设施 必须取得对方许可就可以了 其他的大家就可以用尝试判断了 比如说 这个不可以使河水枯竭泛滥呢 不可以使河水改道呀 不可以污染环境啊 这些啊 用尝试去判断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呢 是边境事件的处理 这个一般也没有考点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不大展开了 然后最后一块呢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多国河流和国际河流的一个区别 这个知识点呢 在2011年考过一次啊 为什么2011年考呢 我下面也把这道真题写在了 下面一张 PPT上 那么2011年有一个热点问题 就是涉及湄公河的开河问题 我说过 国际法呢 它可能会把当年的热点问题 编成题 对吧 所以2011年就考了多国河流 和国际河流 待会再说这道题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什么是多国河流 什么是国际河流 此处呢 大家只需要掌握 他们二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一个共同点就行了 我们先来看区别啊 多国河流 仅对沿岸国传播开放 比如说 湄公河 它就是一条典型的多国河流 它就只对沿岸的六个国家开放 对吧 哪六个国家呢 中国 缅甸 泰国 柬埔寨 越南 老挝 这就是多国河流 这就是多国河流啊 仅对沿岸国传播开放 而国际河流呢 对所有国家传播均开放的 你比如说 黑龙 江呀 乌苏 李江呀 怒江呀 这都是国际河流 当然这个不需要你去记得 因为这毕竟不是考国际地理啊 如果初提老师要考的话 他肯定会告诉你 什么甲 和是什么和 乙 和是什么和 对吧 然后是考你相关国际法规则的 这是二者的这个区别 然后共同点呢 就是 无论是多国河流 还是国际河流 请大家务必要记住 主权归属留经国 主权归属留经国 也就是说 这条河流从你们国家境内走的这段 主权就归你了 无论是多国河流也好 国际河流也好 都是这样啊 叫主权归属留经国 其他就可以用常识判断啊 比如说 不可以使河水枯竭泛滥啊 不可以使河水改道呀 不可以污染环境啊 这些常识判断就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 2011年这道题啊 好 甲和是多国河流 以和是国际河流 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则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A 甲和沿岸国 对甲和 留经本国的核断 拥有主权 这显然是正确的 对吧 因为无论是国际河流 还是多国河流主权 都是归属留经国的 所以A选项正确 B选项 甲和上游国家 可对自己享有主权的河道 进行改道工程 以解决自身缺水问题 这一看就是错的 不可以是河水改道嘛 这是常识判断 所以B选项错 C 以河对非沿岸国商船也开放 对吧 以河是啥呀 国际河流 国际河流是对所有国家 船舶均开放呀 所以C选项正确 D 以河的国际河流性质 决定了其属于全人类共同的财产 好了 这个选项就非常具有迷惑性 对吧 有的同学一看到国际两个字 就觉得 这是全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吧 那就错了 我刚才专门强调过 无论是多国河流 还是国际河流 主权归属什么 流金国 对吧 所以D选项错了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A和C 选A和C 好了 我们这个领土当中的第二块内容就说完了 我们下面进入最后还剩了一点 小的这个尾巴 就是关于两极地区 两极地区说一下 也就是包括北极和南极了 因为北极的话 现在还有很多制度还没有确定下来 也有很多热点问题 但是基本上这些不太可能转化成考点 比如说涉及什么北极航道的开发问题 所以这儿找不出考点 我们在法考的课堂上也就不讲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南极 南极是由一系列条约构成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南极条约体系 那么关于南极条约体系当中的大多数问题 也都可以用尝试去判断的 你比如说南极必须用于和平的目的 要保护南极的什么生物资源 动物资源 要科学考察自由 鼓励科研合作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所讲的尝试判断就可以解决的 但在这儿唯独要求大家理解的制度有一项 那就是第三项叫南极领土要求冻结 对吧 冻结冻结什么意思啊 就冻在那个点上让它静止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在加入南极条约体系以前 曾经对南极的某一块领土提出过主权要求 对吧 那么现在它加入南极条约体系了 需不需要把以前的要求撤回啊 不需要 但是能不能在以前要求的基础上 扩大提出新的要求啊 那也不可以 这就是冻结 简单的说就是把你对南极领土要求的状态 冻结在那个点上 不能扩大提出新的要求 也不需要把以前的要求撤回 这就是南极领土要求冻结的问题啊 那么关于南极领土要求冻结 大家特别还要注意啊 这个南极领土要求冻结 并不代表南极是无主地啊 现在南极条约体系就规定了冻结这个制度 比如说我们中国也在南极建立了有关考察站啊 比如说中山考察站啊 长城考察站啊 一方面呢 确实是要进行科研合作的 对吧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万一以后南极条约体系变了 说现在可以先占了 那时候占就占不到好的吗 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意思表示 是吧 这就是南极领土要求冻结 反正就记住 它并不代表南极是无主地 那么再往下呢 请大家注意看一下啊 南极领土要求冻结 扩展的还要了解两句话 第一句话 南极条约不构成对任何现有的 对南极领土主张的支持或否定 并且在条约有效期间进行的任何活动 也不构成主张支持或否定 对南极领土要求的基础 这是对冻结的一个延伸的解释 那么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 就南极条约体系就考了一道题 我们来做一下这道题啊 这也是在整个从2002年改成司法考试 到现在啊 为止唯一的一次考这个南极的题 甲乙丙三国均为南极地区相关条约缔约国 甲国在进入条约前 曾对南极地区的某区域提出过领土要求 乙国在成为条约缔约国后 在南极建立了常年考察站 秉国利用自己靠近南极的地理优势 准备在南极大规模开发旅游 根据南极条约和相关制度 下列哪些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来判断一下 A选项说 甲国加入条约意味着其放弃 或否定了对南极的领土要求 错误对吧 这个跟领土要求冻结不一致吗 所以A选项错 B甲国成为条约缔约国表明 其他缔约国对甲国主张 南极领土权利的确认 在扩展解释当中有 这也不对 是吧 也是违背了南极领土要求冻结制度 C 以国上述 在南极地区的活动 并不构成对南极地区提出领土主张的支持和证据 这就正确了 南极领土要求冻结 D 秉国旅游开发不得对南极环境系统造成破坏 对吧 正确这个尝试判断吗 不可以破坏南极的这个什么生物资源啊 动物资源啊 环境系统都不可以破坏 好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C和D啊 选C和D 好到这个地方为止呢 我们就把这个第四个专题的第一大块内容领土 我们就说完了